東沖南選區 這個區總共有四位候選人 其中一號周浩鼎、政治聯系民建聯 他不參與今晚的論壇 現在有請三位出席的候選人逐一自我介紹 每人有20秒的時間 首先是2號黎永安 思宜各候選人各位觀眾你們好 我是東沖南選區2號候選人黎永安 我是社工、我有社區和助人的經驗 能夠做好民生工作 我有清晰的政治理念和具體的方案 請支持要抗爭也要民生 東沖南2號 接著是3號黃俊陽 各位香港市民東沖街坊 大家好 經歷過我第一次四年前的選舉洗禮 很多街坊都很開心我再一次出來參選 作為上一屆得到接近一半票數 很多街坊都很開心 所以希望11月24號大家會入到投票站 票投由民主派推薦的唯一候選人 3號黃俊陽 3號黃俊陽 由民主派唯一… 接著是4號劉永賢 各位東沖街坊,大家好 我是4號候選人劉永賢 今年28歲 生活在東沖23年 從開封牛到今時今日 一直見證東沖的發展和改變 今次參選是希望可以改變 東沖的未來發展和監察 將居民的聲音提入議會 希望大家投我4號一票 自我介紹後是先禮後兵的環節 幾位都準備了一份禮物 送給同區任何一位候選人 他們有30秒的時間介紹禮物 然後再有30秒去回答我的問題 準備好的話 首先送禮的會是4號劉永賢 我今天拿了一瓶水過來 我想送給3號候選人王俊陽先生 之前看到他有很多事情 人家開始做的時候 他才慢慢走出來做 他說要幫東沖居民買便宜 不用捱貴的菜 但是他所謂開的東沖人市集 連1元都沒做過 港珠澳大橋擠爆 旅客擠爆的問題 他遲遲才走出來光復東沖 我說完 上了報紙 上了食 好 時間夠了 你剛才說送一瓶水給他 跟你說的有甚麼關係 送一瓶水給他 就是希望他經常掛著抽水 希望他應該很缺水 所以我想送一瓶水給他 剛才你提到的問題 你過去幾年有沒有嘗試去解決 有的 講解一下 這幾年就是不斷幫 譬如我還在搞東沖屯球 現在仍然運行 現在有過千個居民在幫助 另外說租大橋的問題 一開始我們走出來 就希望改善鐵馬 改善排隊 甚至希望旅客有清晰的標誌 所以我也是即時做了 大魚山巴士公司那邊也是非常配合 政府也是非常配合 好 時間夠了 接著送禮物的是3號王俊陽 在我手上的這份是香港社團註冊表 我希望送給四號候選人 四號候選人 而且這個非法擺賣和公眾打鬥 我們是有實質的證據 所以故事一定要送這份禮物 是給四號候選人 好 剛才你說到一些非法擺賣的問題 對於區內面對的其他問題 剛才另一位候選人也送禮物給你 可以怎樣解決 我們過往一直都沒有抽水 所謂的慢半拍的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 我們本身有一個東涌人的團體 我在區議會選舉之後 我四處上班 對於東涌人的公余時間做的事情 其實我有四個智慧的回應 四號候選人 其實這四年我一直給錢上班 東涌人的所有事情 我一直貼錢出來 這才是我們最遲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三個候選人 都沒有民建聯這麼多資源 我希望你有些同理心 也不希望你這樣抹黑我們 好 時間夠了 接著是二號黎榮安 我今天送的禮物 是給周浩定先生的 其實這份禮物 也挺映像今天的景色 因為這麼久以來 他在社區裡根本沒有拍照 所以我想送一張照片給他 其實這麼多年以來 我看到周先生的次數 真是屈指可數 而我認識很多街坊 我問他們 其實他們都知道的東西很少 所以這個影子是送給周議員 議員可能不是一個人工作 有沒有你覺得他或他的團隊 應該做而沒有做 簡單來說 他在社區裡 是絕無僅有的出現 而他在東涌社區發展上高 這幾年都感覺是停滯不前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幾年 社區真的沒有一些明顯的發展 或者一些方向 也見不到 變成街坊有些問題 其實他也想找議員幫忙 其實也找不到 其實我也經歷過這個情況 有沒有具體的例子 對 不好意思 你的時間用完 看看你會不會在 這個自由辯論的環節 再說多一點 因為接下來 這個自由辯論的環節 幾位是可以自由發言 互相質詢 又或者回應任何剛才 其他人提到的問題 時間是2分20秒 準備好的話 請善用 可以開始 由我先發問 我想問問2號候選人 我們收到選舉訊息 有關黎珊 自己說 在屋苑當參選業主樂案發團 得到街坊信任和支持 當選主席 這個人實實 國客在7月16日已經賣樓 已經不是御東院的法團主席 是即時喪失這個主席的資格 另外 你7月19日… 你7月19日仍然以主席身分 去擔當這個座談會 7月21日仍然以主席身分 去簽這個法團的文件 請問你 是否現在你所說的選舉訊息 你說你自己仍然是法團主席 是否在說謊 沒有仍然 而我亦和民政事務處溝通過 所有問題都沒有 但你仍然在選舉訊息中 說明你是主席 我說我當選做主席 即是你承認自己 現在不是現任主席 你看回原文便會知道 原文沒有寫過 原文沒有寫過 所以你不能亂安 我現在問你是否 現在我當然是離開了 其實之前電台的報隊已經說了 我亦清晰地和街坊交代了 幾位候選人還有其他問題嗎 有時間給我嗎 我想問4號候選人 回應剛才社團註冊表的申請 可能現在很多看直播的街坊 都不太明白 為何我會送一份社團註冊表 給四號候選人 我想各位街坊要清楚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有實質證據提供出來的 大家可以在Google搜尋 HCMA361斜動2018的案件編號 是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四號候選人 劉永賢先生 連一些基本認知都沒有 不知道原來在屋邨申請活動的時候 是要用社團牌照去申請場地 而令到他有公眾地方打鬥 以及有非法擺賣的事件 在他非法擺賣之後 他還假扮到自己是一個受害者 在網上跟各位說 因為領展是一個大集團 因為保安他們有一間公司 所謂別人就是打壓你 你是永遠被人打壓的一個 但事實上的一件事 就是你連一些基本的認知都沒有 各位東沖的街坊 請珍亮你們的雙眼 打開你們的電腦 再搜尋一次案件編號 HCMA361,斜號2018 連法官都能說出 這個人是一個不誠實的人 因為他屢次說謊 上訴失敗駁回 我想問四號候選人 你有甚麼回應 好,有關這個就是 虎東街市打鬥問題 這些就是抽水嗎 絕對是抽水 那你呢 請問你會否在現場 請問你有沒有證據 現在我就是把所有證據 給東沖的街坊看 你在這裡說甚麼都沒有用 那我現在問你一句 你有否證據 你會否在現場 你看到事實嗎 你作為二號候選人 曾經跟你參選葉主立案法團 他是你的團隊成員 他今時今日跟你割席 這件事是否證據 那你為甚麼… 是否證據 不是 你說吧 讓我說回 說回業主立案法團的這件事 其實在中後期我們已經分開了 而他多次跟他的團隊公開聲明 說他的團隊是沒有人犯過法 但事實就是 完了選舉之後 是被發現原來他因為打鬥 然後就留有案底 然後再上訴 上訴也不行 現在法官也說他這個人是不可信 我想問二號候選人 在參選葉主立案法團的期間 劉永賢是你團隊的成員 也有流傳消息 因為今時今日他當日的義工 已經全部通過幫我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當日劉永賢 你想清楚黑金的定義是甚麼 社工 現在我想問 其實法官也說你所說的判辭不可信 社工現在問你所謂的黑金是甚麼 你知道甚麼是黑金嗎 請你小心說話,社工 不如你小心點回應我的問題 你這幾年來 你這麼喜歡把自己打扮 成為一個受害者 說別人打壓你 但這件事擺在上庭的時候 為甚麼你會被判有罪 不是你的事 是你和你媽媽在一起 現在你把你的母親也拖下水 他後來隊員的名聲 因為發現原來他有流有案底 好,現在解釋給你們聽 當時我媽媽激動到暈倒了 而警方引誘我去簽一份聲明書 就說我有動手還拖 所以法官因為這份文件 我簽了名字 所以他覺得我不可信 就是因為這件事 而為甚麼我不再上訴 因為我覺得這個罪是非常小事 為甚麼我們追究警暴 我們走出東沖遊行的時候 你會譴責我們嗎 追究警暴是沒問題 但不代表你們可以… 你說警察引誘你 即是你可以追究警暴 我們不可以 是這種雙重標準嗎?劉永儀 你們去追究警暴 並不代表你們可以互亂去破壞 東沖是我們的家 你有證據說出我破壞嗎 你知道這幾晚 東沖的地鐵站關了之後 沒有一個示威者能夠進去嗎 你知道哪一個才是子在勇者 打破所有玻璃嗎 你知道進去的 從來只有警察和政府 其實劉先生你做無牌小販 又在家裡賣東西 令到整座大廈的人都出出入入 治安有問題 你在網上搜尋你的東西 又賣假扣、扮女人 其實對於你來說 甚麼是誠信呢 有關賣水果不是罪 靠自己雙手努力打拚 當日我擺賣的時候 黃俊陽3號的候選人 都會過來找我 叫我加油 現在是否叫做自打罪吧 另外有關女裝的問題 這是非常大的問題 你是不是不尊重其他人 是不是不尊重這個跨性別 你身為社工… 我在網絡上也看到 所以我問一問你 你連社工也不能尊重這件事 還要拿出來說 那你是否無恥呢 三號時間你用完了 好了 其實我想說的是 劉先生在社區裡 說到自己很無助很無奈 但是其實不停地 又告人 又打壓其他人 又恐嚇其他人 又警告等等 我想各位東沖的街坊要看清楚 我們要找一位做到民生 也做到有政治角色的一位區議員 大家請看清楚 而另一方面就是 其實我也想問問大家 有沒有一些意見 有關最近的社會狀況 因為我們區議員 不僅是要做民生的 在政治上 其實我們也要扮演一些角色 我想問問大家有沒有意見 好 其實我自己有個意見 就是因為現在我們看到警民的衝突 其實… 2號的時間都用完了 4號你還有11秒 富東街市清拆 你沒有做過事 光復東沖搞亂東沖 現在你的公海經常叫人出來衝 簡直破壞東沖的價 麻煩大家看清楚雙眼 好 自由辯論的時間都用完了 接下來還有20秒 接下來最後一個環節就是總結 每位候選人有20秒時間可以總結和拉票 把握時間 首先發言的是2號黎永安 各位觀眾 特別是東沖南選區的選民 相信大家都會知道 哪一位是有心有力 可以為街坊服務 做到民生也有政治的角色 我希望大家11月24日 全總動員投票2號黎永安 多謝 接下來是3號黃俊陽 我希望入到議會之後勿忘初衷 會為大家帶來一個截然不同的東沖 沒有市政局之後 沒錯,區議會只是一個諮詢部門 但我也期望政府能下放權力於區議會 希望各位東沖的街坊 增加區議會的權力 11月24日票投黃俊陽 3號黃俊陽 由民主派推薦的唯一候選人 3號黃俊陽 接下來是4號劉永賢 社會從來只有藍黃之分 沒有其他中立 不聆聽其他意見 今天我走出來是希望告訴大家 除了黃和藍之外 還有第三把聲音 東沖我們要一手去建立 不是一手去破壞 愛大家 麻煩大家 票投4號劉永賢 票投4號劉永賢 謝謝 來到東沖南選區的論壇來到這裡 這個區總共有4位候選人 其中1號周浩鼎 政治聯繫民建聯 他不參與今晚的論壇 再次… 大家好 我是大維區2號候選人袁桂希 我是一個註冊中醫師 作為醫者 醫者父母心 這個星期 我見到很多年輕人被捕 受傷 甚至失去了生命 我見到十分心痛 年輕人有無限的可能性 是社會重要的建設力量 所以我懇請各方保持冷靜 不要再煽動年輕人 上街、堵路和破壞 希望可以一… 時間夠 接著是3號周家成 大家好 我是大維選機獨立候選人 3號周家成 建制派在這一區做了兩屆 居民已經希望出現一個新的氣象 居民希望大維選區出現一個敢於隔身的人 同時我也想跟大家說 這個世代已經不再是建制和泛民之爭 香港早已出現第三大勢力 就是本土派 希望大家將你的票投給你相信的價值 11月24日 集中票員、票投本土 我是3號周家成 謝謝 自我介紹後 是先禮候兵的環節 兩位都準備了禮物送給同區任何一位候選人 你們有30秒去介紹禮物 然後再有30秒回答我的問題 準備好的話 首先送禮的是3號周家成 袁先生,你作為一個中醫師 醫護解嚴分子 我想送你一個急救包 在這個軍政府的社會中 所有居民都活於恐懼之中 居民出街隨時會因為警暴 而導致頭破血流 所以希望袁先生 你作為中醫師或香港人的身分 永遠都會記得 居民前線的示威者 因為警暴而導致的血腥場面 謝謝 警方說 如果應該避免衝突的地方 避免受傷 這樣會否可以避免到你說的情況 警方的言論 我認為不需要特別抬舉他們 因為應該是不值一聽的 我認為不應該倒果為因 我們看到的不單止是示威者 或者是警方的暴力 我們還看到制度的暴力 抗爭者因為制度的暴力 所以走上街頭去抗爭 所以… 大概是這樣,謝謝 有甚麼方法可以改變現時的局面 繼續抗爭,全民勇武 謝謝 但可能會繼續有更多人受傷 受傷是當中的包袱 但敢於抗爭,在當中更加尊… 好,接著送禮的是2號,袁桂熙 今天我想送一份職目 送給嘉誠 職目是逐層建設的 作為香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是前人用新爐血行 逐層建設出來 所以我們希望嘉誠 你從職目開始學習 如何建設一個更好、更繁榮的香港 謝謝 你還有6秒 嘉誠 加入我們建設力量 因為年青人對建設香港很重要 剛才你提到建設香港 過去幾個月 五個月來 很多人說 很多東西破壞了 你覺得過去幾個月破壞 主要是哪些方面 尤其是這個星期 我們看到很多道路堵塞 和公共設施都被破壞 我們也看到很多年青人 他們的前途都被破壞 我們感到很心痛 我們希望嘉誠 或者很多鼓吹動力 勇武抗爭的人 在這裡聽著 香港是逐步逐步建立出來 你們不懂得起職目不要緊 但不要摧毀別人的職目 更加不要摧毀我們安定繁榮的香港 好 大家的時間都用完了 然後剛才大家已經提到一些社會議題 確實區議員要關注的不只是自己的社區 也要關注很多社會議題 所以我手上有三個範疇的社會議題 三張卡A B C 待會大家各自選一個範疇去作答 首先答問題的會是2號袁桂希A B C 請選一張 我選A A 是區議會事務 提到區議會事務 有人認為區議會應該專注民生的工作 不應該牽涉政治 你認為是這樣嗎 我們保民聯主張只談民生 不談政治 主持人你這句話 正正是我們政黨的宗旨 我們希望區議會可以著重民生 不僅是大衛 每個區議會很多是民生議題 現在都政治化了 議員對立很久了 政治僵局維持了很久很久 但是一些民生議題 我們居住的環境 是否已經被忽視被忽略呢 我們是否應該是時候 要重整區議會 重視民生 重視我們安居樂業的一個小願望 其實區議員有資格去參選選委 選特首 政府會就著很多不同的社會議題 和諮詢區議會的意見 這些其實都跟政治息息相關 對 政治來說 其實我們是盡量不去談 但到了一些重要關頭 我們都會有我們的立場 我們是建制派裡面的建設新力量 我們希望可以忠於一國兩制 擁護基本法 建設香港 你說新力量和舊力量有什麼分別 我們看到立法會裡面 還有 不好意思 你的時間都用完了 看看待會你還有沒有機會 可以在自由辯論說一下你的意見 剩下B和C 3號周嘉誠 C 是反修例風暴的 近日示威升級 倒路或者破壞港鐵的設施 也影響了沙田區不少人的上班 上學生活 你有什麼建議 示威者當然當中會有一些暴力的場面 又或者你剛剛提到的攻擊港鐵 但是任何一個可以增加這個政權的管治成本的人 我們本土派都不會割席 任何可以增加這個管治成本 我們都會去做 政府或者地區層面 有沒有什麼可以做 去幫助居民面對的問題 政治問題、政治解決 這個政府無視市民的訴求 也不重視香港前途的問題 所以這麼大的政府 需要解決一些核心的問題 可能是政制的問題、制度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民生 又或者我們的社區工作 才能夠繼續做得更加好 如果一些政制的問題不解決 我們就算區議會選舉的繼續 議會裡面一些撥款都會在建制派裡面很輕易推過 就會有一些非常高昂的基建 就會在區議會裡面建成 好 兩位的時間都用完了 各自答完問題之後 接下來就是自由辯論的環節 兩位可以互相質詢、互相提問、互相回應 每人有2分30秒的時間 準備好的話請善用時間 可以開始 袁先生不如先問你 好 我想問你作為中醫師、醫護界的一份子 你知不知道二惡嬰對人體有什麼禍害 二惡嬰對人體的禍害 我相信在網上已經檢查到 但我想問你破壞道路、堕塞道路 不好意思,我問了你 對香港的民生有多少的破壞 我們現在每天都在經歷 嘉誠,我想問你剛才說是本土派 或者是支持勇武抗爭 你是否支持勇武抗爭 我是支持勇武抗爭 如果你支持勇武抗爭 不如讓我追問剛剛的問題,好嗎 你今天還是大學生嗎 我是一個大學生 我想追問剛剛的問題 你是大學生,為何你不是在中大 你不是在港大 你不是在理大 去支援你所鼓吹的那群青年人出來 而你站在港台這裡 亮著冷氣,對著電視機 我們選擇加入這個制度 因為我們相信 我們要繼續進入這個制度裡 去掙扎 議會裡面的抗爭是有限 我們更加要專注議會外的抗爭 我今天受傷,所以我留在這裡 嘉誠,我想追問第一條問題 我看到很多年輕人都受傷 我作為醫者 二樂嬰是一些很實際的事實 但是我們的心情是每天都很難受 我們每天看到很多新聞 大家無論是不同政見 不同黑白是非 我們都看到因為這是人性 這是感情 我相信大圍區也不想要一個冷血 為何會有人支持勇武抗爭 以武制暴 是因為以往的方法 和理非的行動不再有效 所以大家會走出來 當中會有人被捕 但是被捕 勇武派不會因為被捕 而否定勇武的價值 所以他們走出來抗暴 對抗這個政權 當中他們的風險會被捕 前途和失去自由 或者失去他的自愛 加成,謝謝你 當中的價值值得尊敬 我想問你,你是否居住在大圍 我不是居住在大圍 你不是居住在大圍 為何來這區參選區議會 因為這個世代已經不再是 哪個住哪裡就是選哪區 哪個需要就是選哪區 這就是現在的世代價值 居民 加成,你現在支持勇武抗爭 但不起前線 我明白因為你受了傷 我感到很心痛、很同情 謝謝 你不是居住在大圍 你來大圍參選 我也很欣賞你服務居民的心 但是你已經是越左代跑 你不守本分 為什麼要作為一個大學生 這麼早出來參與區議會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 我們看到這個制度的暴力 全身服務居民的參選人 我想追問第一條 你也知道二岳嬰有它的和害 你作為中醫師 現在的催淚彈 就是含有高濃度的二岳嬰散喊 我想問你會怎樣處理 這麼多的暴力 我覺得最重要是 年輕人盡快回家 年輕人應該安守本分 我很欣賞你的大政當中 本分是什麼?你可不可以回答 但是更需要你的安守本分 年輕人應該專注學習 應該想想如何計劃好 建設香港的未來 你經常都說 既然你是本土派 你的敵人是建制派 是民主派 我們的敵人 都是民主派 和舊建制 我邀請你本土派 不如加入我們 2號的時間用完 3號你還有56秒 這位建設派 不斷說自己是新的力量 和舊有的建制派 民建聯是截然不同 但是他們當中 就是用著一個打民生 一個假的旗號 去告訴大家 所謂的政治是不需要理會 但是政治是眾人之事 為何這群年輕人要走上街頭 就是因為他們看到制度的暴力 他們要街頭的抗爭 因為要推翻這個政權 又或者得到我們應有的價值 和公義 街頭的抗爭 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 謝謝 3號你還有20秒的時間 你會否用其他議題 我再想說 這個世代已經不再是建制 和泛民之爭 香港出現了本土派 就是 就算示威者當中有多錯 大家看到有多錯 但是我們本土派 絕對不會確席 我們本土派 一定會暫於抗爭者 放這就是和泛民的分別 時間夠了 自由辯論結束 剛剛完成的就是 這個自由辯論 接下來就是最後一個環節 就是總結 每位候選人會有20秒的時間 可以和你的選民拉票 3號周家成 3號周家成 對立 很多政治爭拗都持續不斷 香港需要一個新的建設力量 去建設香港更好的未來 大圍區的居民 美城縣美林村 大圍到即徽街即庫街 的居民 請支持我2號 袁桂希 因為大圍區 需要一個更加 沙田大圍選區的論壇來到這裡 這個選區總共有4位候選人 其中有兩位不參與今晚的論壇 分別是1號 吳定林 政治聯系民主黨民主動力 以及4號 董建利 政治聯系民建聯 再次多謝今天出席的兩位 先休息一會 最後一節我們會有北區勝福選區 首先是2號 黃良喜 大家好 我是代表民主派參選 勝福選區的2號 黃良喜 我在1998年就開始為北區服務 並且在1999年當選區議員 期間建立了粉嶺藍的有外行人通道 還有在03年的時候 創立了勞工及經濟生活委員會 爭取北區設立勞工處 我在03年開始在粉嶺居住 住了8年 我深深體會到粉嶺區居民的需要 無論在交通方面 時間夠 接著是3號 呂志恒 我是呂志恒 作為香港兒女 請恕我們做不到埋沒良知 說不出我支持運動 但不要妨礙我們賺食 為了我們的家 為了在我天上的手足 我希望每一個香港人 用我們餘生一起去光復香港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香港人加油 至我介紹完結之後 會是先禮後兵的環節 兩位候選人都準備了禮物 送給同區任何一位候選人 有30秒時間介紹禮物 然後有30秒回答問題 首先送禮的會是3號呂志恒 可以拿起禮物介紹 我送的禮物是一個彈弓 送給王先生和王靈喜 這個彈弓的含義就是方便去彈出彈入 據我所知 他曾經是民主黨成員 他曾經做中間的超人生意 後來就加入中間超人的新思維 後來就彈出來 又加入泛民 臨選舉前又彈出 送給他的一份禮物就適合了 剛才你提到彈出彈入 中間中間試過轉換不同的政治組織 你其實是認為這是一個問題嗎 我認為這是一個特色 或者是否是問題 問題是剛剛你說的 這個特色跟選民有甚麼關係呢 這個特色跟選民有甚麼關係 市民要自己自求多福 如果有一個候選人 他的政治立場這麼有彈性的時候 難保他將會彈到其他不同的政治崗位 例如民建聯 或者彈到中間超人例 或者彈到泛民 這個就交給你們抉擇 這個只是一個提醒 中間有沒有一些立場 你認為是不同意的呢 中間有甚麼不同意 我想在黑羽白樑之間 是沒有中間的 好 接著送禮的是2號黃良喜 我送一個社區如果沒有夢想 就跟鹹羽沒甚麼分別 現在做區議員 現任的區議員 可能是蛇齋餅廠派派禮物 阿呂先生可能在蓮農場幫忙手足 我是欣賞的 我是覺得是欣賞的 但問題是否這樣 作為區議員是足夠呢 如果社區沒有夢想的話 我們怎能去改善的社區呢 在北區那裡正正就有個問題 所在就是粉嶺火車站的設計 好 剛才你提到夢想 你可以說一下你的社區夢想是甚麼 或者應該問為何你覺得是夢想那麼誇張 而不是一個目標 其實這個夢想就是粉嶺火車站的設計 其實是一個20年前的設計 當初的設計是用來應付十幾萬人口的粉嶺人口 但未來十年粉嶺區將會增加大概12萬人口 這12萬人口迫爆火車站 現在在火車站那裡都是很失的了 現在你作為一個區議員不去預見將來的需要 而是要去爭取的話 將來十年之後粉嶺火車站 基本上是過不了的 剛才兩位候選人提到一些立場的問題 又提到一些地區的問題 的確選民是會很關注候選人 對於不同議題的立場和地區事務 所以接下來這個環節我們有地區之序 我手上有四項地區之序 分別是最有建設性 最要做最應該消失和最離譜的 候選人就要四項之中選一項 回答我的問題 首先問問2號 四項請選一項 我選第一項最有建設性 最有建設性的就是問 你認為現屆區議會做過最有建設性的撥款 或者決定是什麼 這一屆區議會 在那個小紅館那裡其實是爭取了很多年 在1999年的時候 取消這個區域市政局的時代 小紅館其實就消失了在政府的議程裡面 這一屆裡面政府再同身提出來 經過很多年的大家爭取 終於通過了撥款 將會在北區那裡興建 俗稱叫小紅館的民喻中心 我覺得這是一個欣賞的 但問題就是遠遠不足夠 因為這個已經爭取了20年 現在才成效 北區還有很多建設性要做 所以我覺得如果勉強來說 我們可以說這個區議會的最有建設性 就是完成了我們當年 夢寐以求 一起去爭取的一些社區的建設 現屆議會獲得一億元的撥款 就是可以去決定做什麼工程 或者項目 現屆議會選擇的重點項目 你有什麼意見 我對他們的小區的創作 或者小區的一些小橋的修補 其實我是沒有什麼意見的 好,剛才的候選人選了最有建設性 接下來 3號也可以選最有建設性 不過如果選這題 就會有不同的問題 好,四項請選一項 最離譜 好,最離譜的問題就是 在北區近年發生最離譜的事 你認為是怎樣 剛剛黃先生說最沒所謂的事情 就是這個一億元的所謂 社區重點項目撥款 就以我們鄰近選區勝福為例 在蝴蝶山那裡用了五千萬 就蓋了一些糧艇 或者一些小型的翻身工程 這個其實絕對不是急市民所急 其實在區議會裡面有很多居民反映 現屆區議員或者以前的區議員 都從來沒有做過什麼 包括很簡單 在嘉誠遠的巴士站 加設上蓋 其實都是做不到的 如果之後跟進你的問題 會問應該做什麼 鑑於現在 那個TiGAS這麼嚴重 周圍都是生下毒氣 其實應該是增設兩部的中醫車 或者是西醫車 就是巡迴幫街坊做健康檢查 或者是廉價的醫藥服務 提供給市民去排除毒素 各自回答完我的問題 接著這個環節 就是兩位候選人直接正面交鋒 這個環節是自由辯論 每位候選人會有2分30秒的時間 可以互相質詢 互相提問 互相回應 請把握時間 準備好可以開始 那我先說吧 那王先生 如果有人說你偷東西 那你會怎樣 這個問題 其實他剛才說的彈弓問題 我想回應一下 我在1998年的時候 就開始加入民主黨 是去到2015年 因為選舉關係 我才離開民主黨 迪志遠是我做青少年時候 他是青少年中心的主任 他是帶我進去做社區服務 他們離開民主黨的時候 其實就建立一個叫做新思維 我們當初都認為 他是會成為一個 是泛民裡面的一個分子 但他們就是立場偏向中間 太建制 我可以加入2、3個月之後 我就割席離開 今時今日我在新同盟裡面 新同盟的兄弟 都是我以前民主黨的兄弟 我們一起在社區裡面 工作了很多很多年 這個實績是無可爭辯的 呂先生 經常關注我自己的政治立場 換句話說 即是你說你對自己做的決定 是沒有任何責任的 責任在其他人身上 就不在你身上 這是你的決定 但是 在我割席那一刻 我新思維的東西 已經和我沒有關係 大家會不會就著其他議題 有互相質詢 他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問他 如果有人說他偷東西 他會怎樣回答 那麼簡單 他沒有回答我 我會不會回答解釋性問題 解釋性問題 也不是解釋性問題 因為我正在經歷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王先生很喜歡整部黑我 說我拒絕協調 即是說我在選舉當中拒協調 但事實上 就是在王先生 加入新同盟之前 其實我已經通知了新同盟 其實我會積極考慮參選 大家明白積極考慮是什麼意思 而王先生不斷強調我拒絕 或者難以協調 其實我從第一天開始 我已經通知了泛民 也跟他們的黨禮 陳偉達說過 我有參選意向 也在第一次見王先生 跟他說我會參選 他一直都不知為何 一直都忘記了 一直都說不知 不關他的事 不理解等等 而他一直都沒有說 我是拒絕或是難協調 而很多街坊都很擔心 很擔心 就是怕被公聯會議員得理 我一直都樂意接受初選 當我出現呈聲聲明之後 王先生回來指責我攻擊他 就是我被別人欺負那個 他回來說我攻擊他 就這麼簡單 就著其他地區議題 或者社會議題 大家有沒有不同的意見 或者互相發言質詢 我想問問雷先生 其實他在政府文件介紹裡 都沒有披露自己的年齡 我37歲 有什麼問題 是 這有什麼問題 在社區議題上 我想問問雷先生 粉嶺站現在只有一條橋 接通南北 我想問他有什麼方法 去解決這個問題 粉嶺橋接通南北 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 你不外乎 要是多開一條路 或者多加一些不同的通道 或者一些隧道等等 去連接等等 反而我覺得 就著我們成福居民 很多時候跟我反映最多的問題 就是什麼呢 就是班次問題 最核心班次問題 就是出去港島的班次 有一架九七八B 只有一班人 是嚴重缺乏的 還有出銅鑼灣 就是港島的線是非常少 還有繞很多圈 我覺得這方面 非常非常需要我們 去重造班次 而不只是寫封信 去辦成功爭取 我們真的需要有一個研究方案 二華浩宣人 你還有一分零二秒 你會不會回應一下 或者有其他的內容想發言 我要回應的就是 我在粉嶺這麼多年 十二年前 我就提出 要改善粉嶺的回旋處 但是政府 沒有聽到 沒有接合到 今時今日粉嶺 在雞嶺回旋處 就失敗了 今時今日粉嶺 將會增加十二萬的人口 這十二萬的人口 必定會對整個粉嶺市中心 粉嶺火車站的壓力 是非常大的 如果我們今時今日 不去解決的話 十年之後 粉嶺火車站就會失爆 無論是交通方面 無論是整個設計 行人方面都會失爆 所以我提出是 改善擴建整個粉嶺火車站 讓大家可以在交通方面 或者行人方面 可以得到舒緩 這是對未來的一個期望 我亦都在議會裡面 無論我當不當選 我都會繼續跟我的黨友 繼續去爭取 我的黨友 其實長期在社區裡面工作 我不是很喜歡 我不是很容許他們 說他們沒有工作 他們是很勤力去工作 他們都是堅守民主的原則 以我的時間用完三號 你還有十二秒 我都相信他們會給你勤力 為何這麼說 在2003年的時候 在華民得票是有2500 你說你有很多地區工作 做到2007年的時候 你只有1700票 都足足沒有800票 兩位候選人的發言時間都用完了 不過接下來這個環節 你還有20秒可以去總結發言和拉票 待會記得好好把握總結環節的時間 首先總結的是三號 呂志恒 首先非常非常感激 也非常感謝遇上每一位手足 無論是前線還是後勤支援 非常非常開心認識到你們 我是你們 如果再來一次 我都會選擇和大家一起並肩作戰 接著是二號黃良喜 北區勝福選區的論壇結束 這個選區總共有三位候選人 其中一號溫和達政治聯系工聯會 他不參與這麼晚的論壇 再次多謝今天出席的兩位